在地球有这样一个定律 那就是你搞出来的先进技术概念 自己玩不转不要紧 千万别让中国人知道了 因为中国人要是知道了 那么你的这个先进技术概念 就变成先进技术了 最近美国人又搞出来了一个先进技术概念 叫隐身空中加油机 目前中国的区域介质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那都是一流的 美国人的武器很难在低岛链内 对中国产生有效威胁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防御圈外进行攻击 就算是需要战斗机进入中国的防空圈进行作战 那也只能从第二十第三岛那叫兵 第一岛那里的空军基地 不用指望 但是呢这就需要有空中加油机进行配合 可问题是空中加油机那么大一颗 还是用客机改的 就是个靶子嘛 只要中国不瞎就一定能看到 再加上前段时间中国方面搞出来一个 射程超过2500公里的超长程 放松导弹 想要给空中加油机打下来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而且除了美国现有的飞机在中国防空系统面前 缺乏生存能力这个问题之外 这些飞机的寿命也已经无限接近极限了 目前美国空军的主流空中加油机分别是 KC16 KC135和KC10 根据目前美国方面的计划呢 在今年年底之前型号最老的KC10全部退役 老化严重的KC135要进行大规模的缩边 至于KC46的这个东西倒是新的 在生产方式波音公司啊 这个波音公司这几年由于美国制裁俄罗斯 导致波音公司难以得到这个俄罗斯高质量零件 同时应于美国禁止波音公司在军用飞机上使用中国零件 他们也没有办法从中国获得高质量零件 最后的业果只能就是买印度零件 那这直接导致整个飞机的质量非常低下呀 美国空军已经多次拒绝接受波音公司的飞机了 所以被逼一步内美国人只能开发下一代的空中加油系统 NGAS也就是所谓的隐身空中加油机 根据目前美国空军方面的说法 针对未来太平洋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那最晚2024年之前 美国需要装备上这款隐身空中加油机 事实上不光美国对这个飞机有需求啊 以色列等国对这个飞机也有较大需求 之前以色列在面对伊朗大规模轰炸的时候 之所以没进行报复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飞机航程不够 如果不使用空中加油机飞不到以色列 然而空中加油机没有隐身能力 无法飞越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部署的防空阵地 但如果有了这款隐身空中加油机 那么以色列在面对伊朗攻击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被动了 至于这个东西能不能开发出来 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开发出来的嘛 美国还是算了吧 毕竟之前我也说过 由于美国禁止武器使用中国零件 以及对俄罗斯进行全方面的经济制裁 导致目前美国航空航行产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甚至不得不和印度人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研究这种成本极高复杂性提强的装备 这意味着美国人就是给它搓出来了 那也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光备 如果真的当成现在的空中加油机大规模量产的话 可能美国工军在解决空中加油作战遭受的威胁之前 这就先破产了 那所以这个思路嘛 我觉得还是由中国方面效能比较好 放心 在中国把这种隐身空中加油机搞出来之后 那中国人会让你们看一眼的 实在不是让你们再多看一眼